大半夜脱掉场明明没人 这台白色宾室车后车厢 竟然自己打开 不断开盒 仿佛有人在旁边 真的不寻常 因为这后车厢是凶杀案现场 女大生张亚玲就死在这 但相关的灵异事件不止一桩 我就只有唯独 我妹妹她睡的那一间 就是漏水漏得很严重 家中墙上天花板莫名漏水 且流下的水都呈暗红色 巧的是这些现象都在张亚玲 惨遭杀害后开始出现 就像是她在诉说自己的冤屈 有一台白色车子撞到一个小姐 然后把那个小姐带到后车厢 2000年9月清晨6点多 女大生张亚玲才刚走出家门 一台白色宾室车高速撞倒她 驾驶没有把她送衣 反而塞进后车厢 直接开走 那你算脚有伸出来吗 就在这后车厢里 张亚玲接着被人狂砍80刀 手段极度凶残 王后卫当时把车停在路边 但是没有想到他把车后特厢一打开 发现在里头的小林还有一丝气息 于是拿西瓜刀补砍了96刀 再把这个尸体一路拖到旁边的草丛里面 进行气势 那事情那时候是成桂枝啊 桂枝这样子的 可是头巾甩成这样子 已经剩下皮而已啊 176刀脖子快被砍断剩一层皮 家属到场认识哭断肠 谁这么凶残 这时家属说出了关键字 这名年轻小开王宏伟 长期追求张亚玲都被拒绝 他痛下毒手就算被抓了 还是不认罪 什么车子借给朋友啊之类的 然后他人是去弹大运动 第一有有人目击了 第二他的车确实有出现在案发地点 他人也出现在案发地点 他的手经过血迹反应的测试 是有血迹的 这下百口莫辩 王侯伟坦承 因为爱不到下手杀人 176刀让20岁的年轻生命 断送在恐怖情人手里 三地区林玉峰 吕少博和关义 新北市报道